OK,来,我们继续啊,现在我还是登上啊,登上 123456 好,登上之后呢,这边啊,我们应该写什么,应该写这些内容吧 但现在呢,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肯定不行啊,对不对 OK,那么这里面写的内容,你看啊,人家这个呢,哎,你看这,看这 是不是一点击能展开的呀,是这意思吧,而且你点击人这里是不是变呀 是这意思吧,OK,那注意啊,你先不用管说你点击它就变,你先不用管这个 你先把这些内容给我展出来,对吧,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能撑起来了吧,撑起来是不是就好看多了,好,来,那么此时 我们应该怎么写呢,哎,注意,先去找有没有这样的 Element UI里面的内容,对吧,好,有没有啊,有 谁啊,看看啊 标签,弹窗通知,这里导航菜单 是这个吗,哎,不是这个呀 哎,这个,这个,哎,哎,是不是这个呀,是这个吧,哎,就这个,什么默认颜色这个,这是自立颜色的是吧,咱们就默认颜色举完了,可以吧,来,我们点开代码,这是两个代码块啊,咱们来看一下,应该是默认颜色这个,对吧,从那个12-col开始,一直到,哎,不是,12-menu,是不是一个标签的意思啊,你猜猜的意思啊,然后往下翻,有导航一啊,分组一啊,是有什么东西啊,导航一啊,点开,哦,分组一啊,在这呢, 是这个意思吧,好了,那么也一说呢,我们其实可以干嘛呢 把这个12-menu 往下找找找,是不是在这呢,把他给怎么样 复制一下,拿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来,我们复制一下,到我们的 哎,你带点Vue里,是吧,然后呢,找到谁啊,找到我们的,这是我们的header吧 好,给他敲一些空格啊,空出来,告诉你,这是我们的那个头,能看到吧,这是我们的下面的主体,主体里面的这一部分是我们的侧面栏,这一部分是我们展示正式的内容的,好,那么也说呢,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这么写 对吧,这个VS是200啊,没关系,好,走,来,说在这里,对吧,好了,我把它呢,给他格式化一下 哎,有点懵啊 格式化不敢用啊 我装了呀 装的不够吗 有的同学是不是就行啊,我的就不行啊,这个欺负我啊 对呀,好了,来,我们保证一下,来,注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我们那些不用的,来,他保证两个视线看到了吗 我需要吗,我现在不需要,我也不知道干啥的,对吧 这里有个class是干啥呢,我也不知道,就这样吧 default-active 啥意思 注意,这个叫EL-menu的某一个属性是吧 好,我们现在呢,也不知道啥意思,我就直接不要了,可以吧 可以吧,来,保证一下,来,我们再来看,有没有我们还不认识的,没有用的 有没有,好像没有了 是不是 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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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几行 哪个地方都有 能选项 这个吗,EL-menu-active-group 这个sort吗 先不管他,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用到什么mall-hat-for之类的嘛 对吧,我们也不知道,就先这样啊,可以吧 我们保存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了 过来,有了吧 有了 可以了吧,导航1,看这,可以吧 是不是挤开了 这个先不管他,来,注意啊,这不是重点,重点什么呢 来,你来看啊,我们这里靴的什么 需要的是一个一个这样玩意儿 而这里呢,只有一个是这个符合同样的 其他是不是都不要了 导航2,3,4,还有吗 不要了,OK,我们找 导航2和3,4 2这里,是不是他呀 他呢,在这里是不是他们包起来了 这个地方也一样,3,4,这一样 是不在这里呢,都这个el-menu,能看到吗 哎?到这 yel-menu-itm, oh yel-menu-itm, eel-itm, nh-itm,这里 对是不是他这儿 可以了吧 没有了,OK,那么也就是说 那我们多去复制一个导航1就可以了 对吧,好,你保存一下,再来看 过来,是不是只有一个导航1了 好,来,展开这里 这里面的内容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选项一选项二这个分组一分组二需要吗 还有这个这个选项三还有选项四 选项四这个也不需要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看这一点开就没了 能不能看到就两二级吗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只留一个选项一级就可以复制就完了 分组一不需要分组二也不需要 把三四这里都不需要能理解吧 能不能明白 OK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也预计了这个分组一我们是不需要的 选项一留的选项二呢就直接不要了 一个留一个 然后呢分组二不需要 一纲四不需要 OK这里对吧 一二杠 submenu 一二杠这个 OK删掉好了可以了吧 我们是不是只留一个选项一 OK保存一下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整的到底怎么样了 可以点开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注意啊 人家这里呢有一个这个玩意方框号的能看到吧 就是这个什么玩意四个点四个方块 是吧 好这个四个方块怎么来的呢 你看他这个地方怎么来的 注意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代表的是那个图标呢 这里有一个i 能看到吗 也就是说我想在他前面以来这么一个玩意 我是不是在他前面写一个i 那个i的什么决定呢 他的图标的样子呢 就这个class的值 那这个图标在哪呢 来注意往上翻 我们有一个图标 还记得吗 给你看过的 图标这里 能看到吗 这里你看这 点开 看这 就class来决定的 能得见吗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找那四个方块哪呢 我们用这个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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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不是正那个class的值 我们拿过来 复制一下 来到这里 我们给他写一个 i标箱 他的class的值 等于我们刚刚复制的这个玩意 能看到吗 来 点 这不是这是个啥呢 这是个 我是不是写这个玩意写的 不要了 坑我吗 这不是 诶 这还不行 哦 哦 哦 这么玩的 哎呦 好 保存一下 来试试 来 佛祖保佑 嘿嘿 对了吧 哎呀 终于对了一回 好了 来 现在呢 注意我们只学干啥呢 来注意你看啊 人家导航一 我们这里是什么 用户管理 对吧 这里有一个用户列表 对吧 好了 来我们稍微给他改一下 这里叫 什么来着 哎 用户管理 然后这个应该叫 用户列表 OK保存一下 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东西 了解啊 来我们看一下 这里 人家里有一个 全线列表 对吧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复制出来一个 那么这一个呢 注意这一个应该是用的一个EL-submenu 你看到吗 是不是这意思 好了 那我们复制它一下 拿到这里面来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改成一个 就什么 全线管理 这样的吧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全线管理 有一个角色列表和全线列表 好了 那么也意味着呢 我们的这个内容 是不是要设置两啊 好 再复制出来一个 放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这里就 角色列表和全线管理 全线列表和角色管理吗 角色 差不多 等等等等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来来来 这个不重要啊 一会儿我们再给就完了啊 几个字无所谓啊 来现在的重点在哪呢 来看这里 有了没 一点 是不是都可以了 一点 都合上了 看到没 这是那个重点问题 不行吧 注意你看人家这里面 是不是可以啊 看到没 看到了没 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点击去人家 来 找到我们的那个 导航塞在这里 来 这里 点开 是不是人家这里也能实现 啥意思呢 你往下看 注意啊 他这个地方 看这 其实呢 他有一个东西 有什么东西呢 来注意 他这里有个index 能看到吗 这个叫做 el-menu-item的index值 能能理解吗 注意他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一个index 叫el-submenu的index值 能看到吗 那么因此注意 你要找谁呢 在那里面找到 el-submenu的attribute 来找到 这是menu attribute 能看到吗 我们要找谁 el-什么来的attribute 这什么来的 叫submenu的attribute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明白 因为你要控制 这个东西的属性 能不能明白 所以这里 找到submenu 这里看这 submenu的attribute 能看到吗 这里index 什么意思 叫唯一标志 他这个地方 能看到吗 其实正常情况下 这就是我们的id 是不是唯一的 啥意思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就可以控制 你那个展开 和不展开 能不能理解 而这此时 你会发现 你这两个用户管理 和权管理的index 都是什么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行不行 不行啊 那么因此 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改定一个2 能理解吗 然后下面呢 注意啊 这里叫 1-menu-antim 你看到吗 他也是有一个index的 我注意啊 我都不给你看 你也知道 看这里 是不是也是一个 围标识 他们能一样吗 也不能一样 这里叫1-1 对吧 好了 我这里来改成什么 就叫2-1 下面呢 对了 改成一个2-2 那此时我们人为的改的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一旦改的不一样之后 哎 点 可以了吧 点 可以了吧 能看到吗 你点谁 是不是控制谁啊 能不能明明这次了 好 当然了 你说哎 老师还不对 这个效果 你点击 看这儿 你点击这个 是不是他开了 然后我一点他 哎 你看他默奕 是不是收起来了 对这个效果 怎么实现了呢 哪呢 哪个 好 来注意往这里 这个这个这个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注意我是不是给删了 能理解吗 注意啊 他不能用 是因为我给他删了 能不能明白 好注意 这个问题呢 我们暂时先不去理会他 注意我们先不去理会他 关键问题 注意啊 来了啊 我们去找重点就可以啊 来注意 现在呢 你来看啊 我一点这个用户列表 一点击 哎 他在变了 看到没 看到了吗 然后下面呢 我一点 他类似也变了 注意这个问题 为什么很关键呢 因为 这是我们的路由啊 你的路由的不一样 导致了这一些内容的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意思 能不能明白 我说到意思 好了 那么因此 手线级度的第一件事 就是你在你这个地方 一点击的时候 他能不能变 能明白吗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能不能明白 好了 那么因此 我们要怎么写 去找谁 去找 我点他 他怎么能变 对不对 找路由吗 不是的 注意你找他 明白吗 找他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 就是让你点击 这能变的那个东西 能不能明白 OK 那么怎么找呢 找谁呢 我们来找一找 看看 这个什么 menu 这个玩意儿 什么submenu 这个玩意儿 有吗 没有 来看这 这叫menu -item 也没有 group 没了 哪那rote 这里吗 vuerote的路径对象 这不对啊 这是一个属性值啊 来 还有没有别的呢 咱们往上翻一翻 看还有没有 哎 注意这里有个rote 说是否使用 vue-rote的模式 启用该模式 会在激活导航时 以index作为pass 进行路径跳转 是这个吗 他写到哪去呢 看这 他写到这个menu attribute里边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要给menu 添加一个rote 它的值是什么 默认是不等于force 你应该让它等于什么 等于chue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 那么此时我们应该怎么写 找到谁 找到那个year-menu 是不是这个 你要给他添加一个什么 添加什么属性 人家是不是告诉你了 你要添加这么一个rote属性 它的值等于什么 等于chue ok 等于tue ok 保存一下 看到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人家说的啊 注意人家说的什么呢 说 如果你的值如果为初的话 那么启用该模式 会激活什么呢 以index作为pass进行路由跳轮 啥意思呢 来看这里 你点谁呢 你点的是不是这个 全线列表啊 用户管理啊 还有这个用户列表这里 说以index作为pass进行路由跳轮 也就是说你这个index写着是不是我们刚刚改成的1-1啊 是不是它的唯一值啊 那意思就是我要是一点就这个用户列表 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会在我的地址栏里把这个值当作我的路径进行路由的跳轮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来我们试一试 我先不管他跳轮到底对不对 就让他跳到1-1 行了吧 来我们试一下 刷新啊 好我点开 是不是1-1 点 看到了吗 是不是跳到了1-1 再点开他 点 是不是2-1 你再返回 再来点点开 再点 看这 师傅 2-2 能不能理解 好了那么此时这个时候注意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真正从这里点开的叫用户列表吧 你点击这个地方实际应该跳到什么 来看这里 这里叫什么 叫yothers 那么因此你要干嘛 这个1-1还要吗 别要了 太楼了 给他 对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那么此时这里他俩是不是也要给 来来别着急 我们还是按住人家的 全国类似有角色列表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 叫角色列表啊 干嘛 角色列表对吧 然后下面那个就是什么 全线列表 是他 叫全线列表 你看你们还在刚才还在纠结 纠结 纠结啥 这不给对了吗 这不 可以了吧 嘿嘿 好了来 那么此时这里我们 到这里 哎 哦 1-1没了 哦 1-1没了 好 刷新一下 来 点一下 点 来 用了 晃了没 好 过来再点 rollers 然后再点 rights 走 rights 能看到吗 是不是都出来了 是不是 好 这些拨错你先不用理会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都有了 好了 咱们先去看这个用户那边 是不是掉到这里啊 那么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注意 你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个路由匹配 然后再让他展示怎么怎么的 对不对 OK 那我们一会再写